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美台關係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在記者會上提到 要致力深化美台關係 同時會考慮 美國和台灣的高層官員互訪的機會 當然這個說法令到大陸方面非常不滿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就警告 美方不要玩火 第二宗消息 前國務卿蓬佩奧 和台灣駐美國代表蕭美琴進行了會晤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在昨天的美國國務院例行記者會上 有記者就問到 到底 美國駐白樓大使 危約漢造訪台灣 是為了向中國傳達什麼的訊息呢 以及這個行程 是否代表著 拜登政府 將會延續特朗普政府 解除美國官員訪問台灣限制這個政策呢 普萊斯的回應就是 大方向來都說 美方就會智力深化和台灣的關係 台灣是民主的領頭羊 是美國重要關鍵的經濟和安全夥伴 美方就將會持續 以符合一中政策的形式 和台灣往來 美方就將會和以往一樣 在能夠推進美台非官方關係 並且使得雙方在共同關切的議題上 能夠有實質意見交換的情況下 考慮美台高級官員互訪的機會 這番說法肯定會觸動大陸的神經 因為在今年1月6日 蓬佩奧已經宣佈了 要解除美台官員交流的限制 而普萊斯的這番說法 和蓬佩奧當日的精神是一致的 所以肯定會惹來大陸的反彈 而且最近 美國駐白樓大使 危約翰 陪同白樓總統 衛庶人訪問台灣 其實這件事本身 已經 相當意踩界了 有幾件事 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 這位美國駐白樓大使 危學人 在訪問台灣時 所戴著的口罩 跟衛庶人總統一樣 他的口罩有什麼厲害要拿出來說呢 因為口罩上印有兩支旗 左邊是中華民國國旗 右邊是白樓國旗 危約翰為他身為美國駐白樓大使 他作為美國的官方代表 他竟然戴上了一個這樣的口罩 這件事的象徵意義相當大 雖然蓬佩奧做國務卿的年代 他已經對華態度相當強硬 當時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克拉夫特 他曾經擺過一些照片 就是他跟一隻台灣的黑熊公仔 來拍照 以示是支持台灣 但是現在這個危約翰 直接把中華民國國旗戴在口罩上 所以危約翰的表態 比起當日克拉夫特 是更加露骨 第二 目前 台灣就跟白樓 簽署了 旅遊氣泡的協議 原來背後 最大的功臣 就是這位美國駐白樓大使 危約翰 而且他也有陪同 這位白樓總統 衛庶人 一起訪問台灣 凡是有衛庶人總統出現的地方 總是會見到危約翰大使 他就好像變成了 台白官方交流的一個中間人 是一個見證人 當然後來媒體報導之後就發現 原來危約翰 在台白交流當中 是擔當著一個主導的角色 是很重要的 換言之 在台灣和他的邦交國的交流過程當中 美國是有主動介入 而且他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第三 就是當第一團的台灣旅客 抵達了白樓以後 在入關的地方 就出現了一個簽署誓章的儀式 有什麼人出席 白樓方面就是 總統衛庶人 美國就有美國駐白樓大使 危一看 台灣就有駐白樓大使 叫做周文鑑 三個人就共同簽署了一份 叫做白樓誓詞 這份是說什麼 就是 要保護白樓的海洋 和大自然的環境 而這份誓詞也標誌著 台白旅遊氣泡的順利 老實說這份誓詞的內容 意義是否很大呢 絕對不是 因為裏面簽署的都是很 行的東西 保護環境 保護海洋 問題就是 簽署的三方 意義更大 你說 純粹是台灣駐白樓大使 和白樓總統 去簽署的話 沒所謂 因為這兩個本身也是有邦交關係的 他簽就當然了 他本身也是 有一個官方的聯繫 但是 危約翰也有份在這份誓詞那裡簽署 就使得這份誓詞的意義 就很大了 內容是不大的 但是簽這份誓詞的意義就大了 因為自從美台斷交42年以來 從來都沒試過有一個 美國的官方人員和台灣的一個 外交人員去簽署一些這樣的事情 哪怕說這份誓詞本身是否很正式 或者是 這份誓詞本身是否很有意義 但是起碼他就開了頭 而這件事本身 自從美台斷交之後 那麼多屆的美國政府都沒試過 現在就由這位危約翰 試了第一下 這次就說簽署了一份九不答八的白樓誓詞 但是往後會不會再簽其他東西就很難說了 好了 接著我們又看看英國金融時報的一篇報導 他們就引述了消息指出 說拜登政府 將會發佈美台的新準則 延續前朝特朗普政府 取消美台交往限制的做法 會鼓勵美國的外交官員 會見台灣的官員 但是新準則仍然會有些限制 包括的就是 在任何的會面場合 都不能夠展示中華民國的國旗 凡是牽涉到主權的東西都是不被准許的 但是 這個準則就被危約翰打破了 他就把中華民國的國旗戴上了口罩 其實這件事我認為都是在測試大陸的底線 你說要一個美國駐外國的大使出席一個場合 而那個場合本身是有一面中華民國國旗在這裏 我相信就肯定不行了 因為 這樣就是會 挑戰了所謂的一中原則 問題就像他現在這樣 他其實算是偷雞或者叫做踩降線 因為他擺在口罩上 其實就不完全是在展示一面的旗幟 把公仔放上去 他還可以這樣來兜 我們再看《金融時報》引述的消息是怎麼說的 那個消息人士就說 美台新準則保留了特朗普總統時期 美台交往政策的很多重要部份 另一名消息人士就說 美台外交官員的互動大多數限制將會消失 其實就是延續了特朗普總統時期的對台政策 繼承了他的政治遺產 來到這一刻就已經可以有這個研判了 好了我們又看看到底大陸方面的反應是怎樣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說到 說注意到近期的確美台之間有很多異動 甚至為了搞小動作 美國的大使 就是危約項 就不惜搖身變成了白樓代表團的成員 今天華春瑩就反問 美方的上述做法是真的關心台灣的民眾嗎 還是還是把台灣作為一個棋子 達到他壓制中國的目的呢 他說這方面的真實意圖大家都很清楚 接下來其實都是說八股民 最重要的是 敦促他們要改變上屆政府越線玩火的危險做法 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 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題 這個說法其實就比起以往 蓬佩奧做國務卿的時候 那種的措辭 是相對溫和的 這次你說是不是 很嚴厲呢 是嚴厲 但是 比起蓬佩奧做國務卿的年代 就沒有那麼嚴厲 當時 蓬佩奧只不過是說要解除美台的 官員交流限制 就已經遭到了無論是外交部 或者是胡錫進的口誅不伐 很大力地來到星土 但是現在其實 拜登還做了 因為美國 朱白樓大使 危約翰 他就是一名外交官員 他是一名正式的代表 他就是去了 但是呢 反而大陸的反應 就沒有像當日那麼激烈的 我相信其實大陸方面 還在猜測 究竟拜登對台的態度是怎樣 也不想在現在這個時刻 拜登剛剛上台兩個月 罵得那麼僵 所以就沒有採取到那些激烈的延遲 但是其實現在拜登 或者這個危約翰所做的事情 是跟前朝沒有分別的 甚至乎比前朝更進一步 因為前朝也沒有試過有一個 正式駐外國的大使訪問台灣 現在他就是做了 在去年12月的時候 胡錫進寫過一些文章 當時他還好像喊打喊殺 就說 如果是蓬佩奧訪問台灣 或者是特朗普本人訪台的話 大陸就最少都要派出戰機飛越台灣島 或者在台北超低空飛行 去宣示中國主權 打擊美台的企業 但是現在這個 駐白樓大使危約翰訪問台灣又怎樣呢 雖然你也說 他比起駐聯合國大使 克拉夫特 或者是蓬佩奧 甚至特朗普 那個的 重要性當然就是低很多 不能夠同日而語的 我也認同的 但是 他也是一個正式的外交官員 白樓也是聯合國成員國 所以現在美國在做的事 就是當日蓬佩奧想做未做 他現在就做了 但是 看來大陸的反應反而 沒有當日那麼激烈 當然可能大陸方面 他們仍然對於拜登有多少期許 希望他 會比起前朝為之軟弱 但是最終會不會吃炸糊呢 現在就很難在這一刻作出判定了 因為 既然都出了美台新準則的時候 似乎他還是想延續前朝的對台政策 然後我們再看看 蓬佩奧在昨天 跟台灣駐美國代表蕭美琴會伍 兩個人見面地點 就是在華盛頓的古蹟建築商像園 這一棟建築就是台灣政府的財產 而在37年至78年間 作為 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的官邸 當然 那個地方一定是有選擇過的 現在蓬佩奧去了見面 兩個人說的東西都是說 美國和台灣 都是享有共同的核心價值觀 然後蕭美琴就說 台灣方面有很多的朋友 都期待蓬佩奧的到訪 等到疫情改善 邊境管制措施鬆綁之後 希望能夠安排到 蓬佩奧就說 如果有機會 措訪台灣的話 會是一件 很好的事 似乎你都說 蓬佩奧 可能會在今年 年中或年尾訪台 都不出奇 如果真是城市 肯定又會引起大陸方面的不滿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